在囚的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爾尼說 監獄將他歸類做極端恐怖分子 納瓦爾尼透過律師法文說 監獄委員會近日傳召他 會上一致通過將他列為極端恐怖分子 他沒有交代官員為何有這個決定 但就說這樣反而更好 因為當局原本說他有逃獄的風險 按照規定每晚每個小時都吵醒他擦探 他說現在成為了極端恐怖分子 反而就不會再頻頻有人打擾 納瓦爾尼今年2月判監兩年半 他的反貪腐基金會和相關組織 早前被裁定是極端組織 說組織煽動對政府官員的仇恨和敵意